传统 丰俗 和节日 倘若他们无选于他人的福祀 佛教容忍一个国家的传统 与丰俗传统与习俗 佛陀忠告我们 不要因为他是传统的丰俗而相信 然而我们并不是要突然丢开所有的传统 佛陀在卡拉玛书塔经中说 你必须试验他们 彻底的检验 如果他们是合理的 有益于人我幸福的 那么你就应该接受和实行这些传统和习俗 这是有宗教导师以来最自由的宣示 在某些其他的宗教里面 这种对他人的传统和习俗的容忍是不多见的 有些宗教经常劝告他们的新归医者 放弃他们所有的传统 而无视于他们是好还是坏 佛教的传教师 当他们宣讲佛法的时候 只要合理 从来没有劝人放弃他们的传统 不过 风俗和传统 必须要在宗教原则范围之内 换句话说 一个人不可以为了迅从传统 而违背了宗教的戒条 假使人们非常倾向于他们自己的传统 而这些传统 却没有任何宗教价值的话 这样 倘若他们不以宗教的名义 那么他们可以去做 即使如此 他们亦都不可以害己害人 或者伤害其他生命 典礼和仪式 是美化宗教吸引大众的装饰 这些是对某些人 提供了心理上的帮助 但是一个人修持宗教 亦都可以不要任何仪式 某些仪式和礼节 在人的心目中被认为是他们宗教里面 最重要的 而佛教为了获得解脱 并不重视这些东西 依照佛陀 这些仪式修持 能够在淨化心灵上 变成一种障碍 节 庆 真正的佛教徒 不以饮酒 作乐的享受 或者大肆屠杀可怜无辜的动物 来纪念佛教的节日 真实的佛教徒 纪念节日 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举行 在特殊的节日里面 他们专心戒绝所有的恶行 他们修布施行 帮助他人解脱他们的痛苦和忧愁 节兴已经注入了宗教 而涉逐了宗教的圣结 对很多人而言 一个宗教如果没有节兴 就变得沉满而没有生气 平时孩子们和年轻人 是透过宗教节兴而加入宗教的 宗教吸引他们 是因为宗教的节兴 然而对于修禅者而言 节兴是一种骚扰 当然 有些人还不满足限于 节兴里面的宗教仪式 他们还喜欢有些愚庆节目 仪式 礼仪 典礼游行 和各种庆祝活动 就是用来满足那些 对宗教有看节目享受喝求的人 没有人能够说 这些活动是错 但是 他们从事这些节兴 是应该在文明的方式之下进行 不能够吸别人造成骚扰 对宗教 对宗教 他用来满足的 偈套